大周看电影 本期分享一部由袁和平指导 徐克编剧和监制 《甄子丹》于荣光主演的武侠功夫电影 《少年黄飞红之铁马力》 话说清朝末年 朝政腐败民不聊生 在浙江地方上 有一位人称铁猴子的蒙面侠士 两年来劫富济贫 令官府叫苦不爹 为了抓住铁猴子 官府请来了四位和尚 这出家人也不忌口 每天是大鱼大肉 而胆小怕事的官老爷 则躲在被窝里 傍晚铁猴子终于出现 他人哪 你爹 上开 好 大学 你是我们 你对废物 上开 开 我在这里 好 你 老子今天跑不了了 你们这群家和尚 好 打击你这个冒牌货 蹦着贪官也算正 保险 保险 赤勇双拳斗不过我的 大人福大命大 你不是说铜四网吗 怎么会烂的 快上房间看看 报告大人 屋顶上没有铁猴子 所有人扣音乐良详 做花红通缉铁猴子 抓不到就归我 你是哪个队的 还是你别乱看 大人 铁猴子 拿来 判官 谢谢你的挣呆费 之后骨头神爷带着手下来到白草堂 找杨大夫看病 小兰是杨大夫的助手 不仅人长得漂亮 心地也善良 你不是最红楼的阿姬吗 我的祭院里正缺人 赚点外快吧 混蛋 黄孙子 那什么牌子 干什么叫大夫 自己人 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这家医馆是我神爷的地盘 不许大虎小叫 把他押回去 好 赶住我 把他正在这告你 没我搭桥 谁也见不着他 押回去 走 入夜时分 在医馆关门之后 医馆俩人展示着自己高深的武功 原来杨大夫就是名震四方劫富济贫的铁猴子 他把抢来的钱财都分批发给了贫苦的穷男 是铁猴子送钱来了 谢谢铁猴子 谢谢铁猴子 这天京城来了公寒 说巡抚大人要来巡查 于是本着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人的方针政策 知府大人给神爷下了死命令 把街上所有和铁猴子相关的人都抓起来 不想阴差阳错的抓了刚到此地的黄其英和儿子黄飞虹 拿的什么圈 都圈是吧 是啊 那就对了 跟我走 转而挠腮子终于现行了 带回去 大人 我打个阿气 这不犯法吧 谁让你动作像猴子 快走 你卖什么药啊 千万别提猴子 你们在哪看吗 卖什么药不敢说 做贼欣欣 抓回去 走 偷东西有什么不好啊 那我教训你们好不好啊 你别走 你打架闹事啊 带你回衙门 他偷我东西 我没看着 只看见你打架了 跟我回去 快走 你快走 大堂之上 血气方刚的飞虹 距离力争 知府恼羞成怒 刚要动大刑 铁猴子及时出现了 这样当官你就别当了 大人 你那没法被人剃了 什么 我正走眉毛运呢 这不成倒霉运了 铁猴子 你是何方全胜 铁猴子逃走之后 知府见黄旗英武功了得 便扣押了飞虹 以儿子为人质 要黄旗英抓捕铁猴子 黄旗英没有办法 只得答应 谁知老百姓得知他要抓捕铁猴子 纷纷不买账 借头小贩都不卖东西给他 你也知道丑啊 我不做你生意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何姐 哼 你要姐 找姐姐姐姐 老板 给我两个狗不理包子 我的包子不卖给你 走狗 这时 牢中的黄飞虹发了高烧 神爷将铁猴子跟小兰带进牢中给飞虹看病 铁猴子将飞虹带到百草堂细心照顾 这晚 黄旗英跟神爷坐在房顶正悠闲地吃着火锅 不料却遇到了一帮采花贼 你们什么人 贼是天后的 怪贼女人 彩虹贼 少林拳 你打的是少林红拳 你们是少林弟子 阁上 这天 巡抚大人终于来了 没想到竟是个修心不修口 戒色不戒银的和尚 巡抚为了对付铁猴子 让手下丑女假扮刚死了男人的寡妇 引铁猴子现身 不想 铁猴子真的来了 你不用卖身了 拿着钱去葬你的丈夫吧 葬你的死猴子 春套 对 铁猴子 我们来了很多高手 一个人应付不了的 真是人命证 你们这些武林败类 一定是探光够快 刀背 脱手 在这里 你才救我一个不过如此 少林大理金刚手 一 一 一 二 五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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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少林犬 眼空和尚 不错 我就是眼空大师 勾结贪官 火烧少林死的就是你 你去跟你死去的从门刷里去吧 黄金自闯的五银角 警告罩 铁猴子跟黄岐英二人都受了伤 回到医馆互相治疗 而少林寺的叛徒 贾巡抚眼空也画出了铁猴子和黄岐英的画像 并全程通缉 晚上趁铁猴子跟黄岐英不在医馆的当困 眼空派手下抓走了 你们出家人 是四大皆空 我们哪儿都空 就是那儿不空 新拿手 他会攻凤 带我们小队 好 来 走 这是这个 来 他叫起来是什么声音 打死你们大奴隶 和尚不是和尚 乖不是乖 混账 而小兰在中了迷魂粉之后勉强支撑着找到了二人 二人得知飞鸿被眼空抓走心情如焚 决定来到衙门跟眼空拼死一战 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 尔控 我来了 去死吧 救得了吗 放下了血 你们是通道 别害手害脚的 滚开 流云飞秀 怎么不是大力金刚斩 都没什么 没有 战乱 完全没有 开放 双方展开 人还可以 火烧武装阵 为你立福之地 顾向盘虎先生 无影脚 眼光处下风了 鼻子下风 眼睛过头 天井追 鼻子下风 眼空 我按给你 眼空 下火海马 终于铁猴子和黄岐英二人联手 除掉了少林寺的叛徒 甲巡抚眼空和尚 极其一众党免 维护了地方治安 还了老百姓一个安宁 好了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 转发给个关注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